有些人會看日清,日清是香港類型的 即食麵 應該是1475 基本上,大家可能搶購食品的時候 當然對於日清的感覺上是受惠 但你又需要留意,其實現在很多茶餐廳都停市 即食麵對於他們的需求大幅下降了 到底零售的增長能否抵消這些餐廳批發方面的拿貨 我自己覺得有些保留 所以對於日清來說,可能還會有一些下行壓力 所以我想初步去看,看看5-5.2之間是否真的靠穩才考慮 入市就會比較安全